粉丝提问,如果所有地图轰炸区都能摧毁房屋,游戏会如何? 唯一一个轰炸区能摧毁房屋的地图就是黄金岛 那么如果所有地图都采取这个设定,会有什么改变呢? 一,轰炸区没人敢去 现在其他地图的轰炸区都是很弱的,房子都炸不掉 所以玩家都躲在房子里,有轰炸区和没轰炸区没两样 可如果都改成和黄金岛一样,那么没有玩家敢小瞧轰炸区导弹的威力 看到自己在轰炸区内,保证立马远离,没人敢去 二,地图物资会变少 如果轰炸区能把房屋都摧毁,那么经过几轮轰炸区的轰炸,地图上的房子会少很多 大地图虽然地图大,但轰炸的次数多 小地图小,轰几次物资也少多了,到时候物资会比现在少得多 三,游戏更看运气 曾经轰炸区对游戏的影响微乎其微 所以很多玩家都忘记了轰炸区的存在 可是如果能摧毁房屋和建筑,那么轰炸区就能影响游戏的走向了 到时候吃鸡绝对比现在更看运气 对普通玩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